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家常茄子 那茄子洗干净后呢 就像我现在这样 先给这个地去掉 不要这么狠 一倒下去 浪费 而且呢 这个头是最糯的部位 然后呢 找找皮上有什么斑斑点点的 用刨刀给它刨去 夏天好 是吃茄子的季节 到了秋天以后 它就会一点一点变老了 那你就可以这样 一条一条 都给它刨去几条皮 接下来呢 就这样切滚刀块 那你也可以这样用手剥 那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螺苏螺细 它很细的 大人呢 都喜欢用手这样剥 剥的毛毛臭臭的 说是容易吸味 好吃还好烧 那现在呢 我们都寻方便 没那么烤旧了 那不管你是用切的 还是用手剥的 弄好以后呢 一定要快一点 马上给它放到清水里面 这样呢 一是可以防氧化 防变色 再呢 茄子很容易吸油 那你给它吸饱了水 它就可以少吸一点油 那再备上几粒蒜头 就可以开火了 炒茄子的油是一般素菜的2到3倍 或者更多 那我们来看 一个菜大约2个菜3个菜 油热蒜头爆香 如果你喜欢吃虾皮 这个时候可以放一把 烤茄子配点虾皮不错的 那我们家小孩不吃 我就能不放 茄子直接水里捞出来下锅 就这样慢慢炒 慢慢翻炒 炒到水分快没了 茄子的鸡油光光的 我们盖入调味料 那夏天的茄子呢很嫩 可以不盖盖 水分差不多收干了 就调料 那如果是老茄子呢 这个时候呢就要加点水 盖着几瓶钟盖着 那刀切的你看一个一个都很轻的 因为刀切的面很光滑 然后手锅的呢 它就吸水吸味吸油进去了 早早就变形了 三五分钟后 我们先放酱油 那这里一磅的茄子 我们先放两个tablespoon的生抽 那如果你喜欢颜色深一点 可以叠个几点老抽 那如果说你只用老抽 只用老抽上色的话 那你就要用盐来补 再适量的糖 那我是放了一个teaspoon的糖 你可以尝尝味道 再行调节 不够咸再放些盐 不够甜再放些糖 你不要一样化葫芦 因为呢 不一样柴子的调味料 怎么讲呢 就知道它的口味都会不一样的 有些淡一点 有些浓一点 好最后我们放一点醋 这醋放好以后呢 我们要准备起锅了 因为时间久了 它会蒸发掉 这个加强茄子就完工了 那茄子呢 一般来说 无论你怎么做 都做不出卖相来的 黑不溜出的 古得得了 做菜的色香味 那色是没有了 所以味呢 我们更要做好 那茄子要做的好吃 除了调味得当 根据自己的口味 偏重偏甜 或者偏辣以外 油是一定不能少 那吃完以后 那个盘底下 还能看到一层油光光的 那才对了 那有些人说 我真的不能看到这么多的油 那我就建议你 不要用炒的 我们用蒸的 之前我有做过一个视频 清蒸茄子 你可以作为参考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